每个人都想更好的活着 都想得到更多 但是能力大小又各不相同 那怎么办呢 想要公平 想要正义 就必须要靠规则的公平 以此获得结果的正义 弱肉强食在商业竞争里 是公平的 也是正义的 但是在社会环境里的人与人之间 就必须追求文明 要让有能力侵犯别人利益的人受约束 要让没能力守护自己利益的人受保护 这是组成社会这个框架的目的 也是最好的结果 最能够维护所有人的结果 我认为现在社会的存在 说是为了维护多数人的利益 是不对的 说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也是不对的 因为说到底 其实很简单 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都是一个宽泛的虚假的概念 没有人能确定多数人是谁 也没有人能确定少数人是谁 只有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合理诉求的权利 才有可能保证公平正义 至于什么是合理诉求 这个并没有什么标准 也没人有资格制定这个标准 社会是属于大家构成的 公共关系 不是谁家的个人企业 人与人也不是公司和单位里的上下级关系 社会上的各行各业 无论从事任何职业 大家都是合作关系 而不是隶属关系 不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不是老板制定了什么规章制度 员工就要无条件接受 即使是给老板打工的 看到相同企业的相同岗位上涨了工资 员工提涨工资的要求也合情合理 看到相同企业的相同岗位上拥有的福利待遇 员工提出同样的福利待遇要求 也合情合理 这就是合理的利益诉求 合不合理 看的是同行业的薪资待遇和福利待遇在什么水平 而社会环境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开口表达的权利 是不是合理诉求要靠公众去评判 古今中外靠的无非就是情理法三个字 虽然情理是有弹性空间的 可能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但法这个字是硬性标准 在制定的过程中 必须已经把情理问题考虑在内 才能代表情理法 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呢 如果一个人因为贪婪而获得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金钱利益 给他人带来伤害 从情理法的任何一个层面上都有主观上的罪恶 这个人无疑是有罪的 但即使这个人有罪 他也有辩护的权利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为了活着 出于不可抗拒的因素 导致了在当时既没钱 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 偷了东西吃 而被道德谴责 甚至是受到法律的惩罚 又或者一个人仅仅是为了生计 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情况下 需要靠摆个小摊活命 导致违反了什么东西 以至于贪位被没收 人也被驱赶 似乎看起来这么做是在维护更多人的利益 于是理所当然的无视了这个人的生存问题 那这个社会无疑是冷漠无情的 有人说他们懒惰 有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有人说他们子女不孝顺 有人说他们命不好怪谁呢 有人说他们影响了世荣 有人说他们挡了自己的路 有的是人随意的揣测他人的这一生是怎么过的 有的是人自以为只要看见了穷这个字 就看穿了别人的一切 有的是人把一切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都视为理所应当 有的是人把他人的不幸归结于不够勤劳 不够努力 归结于没什么文化也不聪明 归结于当初不好好学习也没什么认知 貌似一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又不像牛马那般能干就不配好好的活着似的 而我认为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只有一种 每个人的生存条件以及每个人的活法也不只有一种 即使需要改变也应该是社会为了千千万万不同的人而改变 而不是让千千万万的人去适应一个许多人都照顾不到的运行逻辑 世界历史上从部落走向城邦走向奴隶制走向封建再走向现代 都是社会的运行逻辑在改变 都是社会为了人而改变的铁正如山 没有这种改变的话 此刻的人们还要去适应部落的生活 这是必然的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主要就是体现在运行逻辑上越来越显得文明 越来越能体现公平与正义 越来越削弱强势和保护弱势 而不是把弱肉强食当成亘古不变的运行逻辑 任何时期任何时候都有弱者 部落时期的弱者分配不到食物 奴隶制时期的弱者要沦为无常劳动的奴隶 但有了饭吃 封建时期的弱者要为地主服务 但吃住问题解决了呀 这就是运行逻辑在不断改变 直到弱者从难以生存到可以好好的生活 并且被保护的一个过程 弱肉强食的法则在逐渐被削弱 最终的社会一定是脱离这个弱肉强食的存在 能力大的享受更多可以创造财富的资源 同时也要对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能力小的没什么可以创造财富的东西 但是却能享受其他人带来的福利 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普通人也没什么必须要出人头地的想法 当富人有富人的活法 赚更多的钱 享受更多的荣耀 受更多人的尊敬 当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活法 有人在帮他们赚钱 运行的逻辑就是强者享受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时 那些什么也没有的弱者就必须有他们负责养着 这在千年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里也是不可能的 强者恨不能把天下搜刮殆尽 也不愿意出哪怕一个铜板去管一个叫花子 古代的卖身脏腹这种事 如果在今天既是不可想象也不可接受的 但当时的运行逻辑就是如此 社会中也不存在强者对弱者有什么义务 回到今天来看 如果一个人由于他人的阻挠 导致五年都无法把房子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好 自己和八十岁的老母亲在铁皮房住了整整五年 五年以来通过各种方法也没人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一场大风又让铁皮刮到了邻居家 受尽屈辱以后 怒气拔刀伤人 然后市场上就出现了两块钱的活鱼和五块钱的死鱼 这无疑可以确定的是每个人都难辞其咎 如果我们允许有能力的大V帮助他尽早曝光这种事情 允许他的诉求尽早的被公众发现 这种悲剧是可以不发生的 但这种人的声音能够引起几个人的关注与重视呢 有谁能够帮得了他呢 说到底是那些无聊与低俗的内容充斥着大家的眼球 太多人并不关心他人的遭遇才导致了这个人为了生存与尊严走向那条不归之路 直到今天我自己作为一个自媒体播主也有人私信我 试图求助请求我帮忙报公什么事情 但很遗憾的是我没有这个权限 即使我不顾一切的想要帮他们 可现实就摆在眼前 普通人的诉求很难进入公众的视野 自媒体播主也不例外 404是个了不起的发明 我愧对那些朋友的信任 对不起 其实我心里也很疑惑 一个罪犯尚且有辩护的权利 一个普通人反而难以表达 更让我疑惑的是 是什么让这些人产生了需要通过自媒体去伸张正义的想法呢 而更加残忍的事实就是 自媒体也并不是那根救命稻草 尼菩萨们也担不起这份信任 我只能说我有心帮忙 但事实上爱莫能助 我是博文 下期再见